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923是因為 本身妳嫁底也是北部人 自己也是北部人 所以妳們的習俗上面 是比較簡單一點 對 就是我 那時候要討論結婚的時候 然後我公公婆婆也是 就是都說 我媽媽在那邊要弄 啊親菜啦 啊回去問我媽媽也是 然後我說 媽媽妳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她說我也不知道 就隨便啊都可以 就大家都很隨便 蛤 不要講什麼 不要講什麼 不要講什麼比 所以我們就是很多東西 都是為了形式 就是為了做而做 對 為了媒體記者 對 所以妳當時在結婚的時候 妳會覺得這樣的婚禮 其實比較簡單 但是它也有隆重的部分 對 就是該做的大樣的 我們有做到就好 不要去準備那什麼 六里 十二里 好麻煩喔 所以妳們六里 十二里 這都沒有特別準備 沒有耶 真的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我剛剛聽完以後 其實我覺得我應該跨到 桌水溪 對 就是好多人 就好多人 就好多人 簡單嘛 因為大家現在也看到 就是在場的這個 這個陣仗 為什麼我會坐在這裡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 真的太簡化 有時候太簡化 其實女方的家人 其實會有意見 而且那意見 會 會一直放在心裡面 她會覺得說 其實結婚就這麼一次 妳就這樣子給我忽略我女兒 妳就把我們的話當這樣子 那所以以後 我還有什麼話妳會聽 然後這個就會放在心裡 疙瘩很久 所以我剛剛一直聽 我會想說 我應該要跟佑南解學 有沒有 真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我都沒有看過 就妳當時也是沒有這麼 我跟你講 我當初失敗的就是說 我那時候太閃婚 我們先飛到美國去結婚 那後來呢 後來回來登記 登記之後呢 因為我媽媽 我爸媽要求要驗客 是是是 然後後來我們 對 然後後來我們才 我們才在浮華驗客 可是在那個驗客之前呢 就是我媽媽就說 可是我覺得你們交往 還沒有那麼久 是不是要先來訂個婚 因為訂個婚說真的 這個就是等於其實試婚 你們先試試看 你至少訂婚你沒有登記 你如果不行 切了算了 沒有人知道 我們女方人知道就好了 因為南方訂婚那天 只要派代表來就好了 那你還沒有結束 以前你已經走了 所以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但是呢 對 那個邵哥就說 訂婚那個不是 南部人才有的嗎 我們沒有這個訂婚 這個事情 所以訂婚就也省了 你看這個 訂婚也省了 南部訂婚還有歸寧 對啊 所以他從大廠 好像是歸寧 所以他就有進 那個其實 那個其實真的我跟你講 然後呢訂婚省了對不對 然後我媽說 那至少來個提親吧 對啊 我告訴你提親說 我們都那麼熟了 提什麼親 那你們還沒吃餅嗎 餅 對餅 我告訴你 餅 餅 連洗餅都沒有嗎 就後來呢 邵哥就說 那個餅是怎麼樣 我說你有看過紅帽嗎 小紅帽你知道嗎 小紅帽子 日本頭的那種 是這樣喔 不是什麼菊水仙那種 我說對 結果後來呢 我媽說那洗餅的話 是不是要 是不是你要壓一下 要一百盒或兩百盒 那我把 大拼小拼我們不要 他說什麼是大拼 什麼是小拼 餅 餅又要怎樣 然後我就整個很流汗 可是我那時候 因為愛情第一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要求 可是後來呢 我發現 就是因為 當然餅是有錢有要到 可是我們買的是 就是你懂嗎 就是一百盒 那還有一百盒 是我爸爸出的 啊 你懂嗎 這會不會個人 邵哥比較小氣 這跟南北部一樣 我們一直跟他 這個聽到這邊 我們各位的女人幫你們覺得說 目前聽到這裡 你會想要 你如果自己結婚的話 你比較嚮往是 南部這邊的方式 就是什麼理都很周全的 還是北部這邊的 就是說能檢閱 就先檢閱一點這樣子 欸 來我們看一下你們答案 欸 欸 欸 是北部很多欸 二 三 四個 六四 你們北部 你們還會比較多 我剛剛聽到這邊 我自己都想站過去了 對啊 還是比較熱鬆 因為我自己只說我算 兩步 還會有一個北部的那種感覺 整個痛到就是 我跟你講 而且氣氛那麼差太多了 我覺得像又南姐那樣結婚 自己才有感覺說 我真的嫁出去了 對啊 你真的什麼什麼什麼都捨了 到最後你真的 你知道當你回到家 然後就說 那帽子他們怕誰啦 這樣全部的人都看 就騙所有的人都看 我們來問一下這邊 因為像好心 妳自己喜歡 嚮往是北部的婚禮 對 因為我講到歸年宴 我就很生氣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就是搬在夫家 就很好笑 然後呢 對 而且還有流水席 所有的人就是看到菜來了 打包喔 就走了耶 結果後來我們婚禮還在進行 所有人都走光了 所以這個部位 芭拉哥 你自己看是不是 這個南部打包的風隙比較盛 看他要打包台上 他要打包台下 你看他台上 沒有什麼可以打包 他只好就打包台下了 所以這個魯食人的功力 就不夠了 像這種話 對 像這種話 你不應該事先講 說今天沒有拖 對不對 你要最後才講 等他們等到最後 都沒有跑的時候 所以你說今天 壓軸 對 不拖 不然因為其他已經習慣 他會期待這個 所以北部是 感覺上是 在婚禮上面橋段很多 但是北部呢 永平哥 你覺得北部是什麼樣 說真的喔 這個南部是不是在做效果 我不知道 如果說 你們自己結婚的話 怎麼會不重視 自己跟老婆的 這種婚禮的感覺 當然也會做耶 所以也不會有看到 這眼睜睜看的親友 打包這個吃東西就帶走 我們菜就慢慢出 出很慢 出很慢 跟你說 在台北最讓人家心痛 我們先講 所有包紅包的人 你包了三千 包了五千 包六千 還有人包一萬 就這麼一小碗 要許我們家來五個 怎麼辦 我一萬塊吃了回來嗎 吃不飽啊 我們南部包兩千錢 大家坐在那邊之後 然後就說 那到了這個 你吃不吃啊 包你不吃 好好吃 好好吃 來 為什麼 我跟你講 難住 這感覺比較對嗎 難住嗎 大家都有花錢啊 他們都會經過上海 而且我跟你講 每一個媽媽的手都是很壞 很壞 然後呢 在這個對話的同時 手已經做好了 好壞 然後心痛也插好手了 然後就直接把視線 看到下一道菜去 技術是好的 對 可是那吃吃吃 很怕讓我再吃 然後吃才還沒有 然後就有人說 一 二 三 四 五 都分了 剩兩個 還要不要吃 包 就很緊在包耶 這我個人其實覺得啦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北部人就有話講 因為我們北部的婚禮 其實還是最主要是品質 還有氣氛 所以現在的那種飯店的那個 就是他整個過程裡面 他是經過 好比說有開菜秀 有一些有一些牌 有一些鋪陳的 所以說他那個菜 其實也都是分配好的 范婷 妳也跟我們講一下 妳自己婚禮上面 妳有沒有氣氛 或是妳有沒有請 什麼樣的樂團 因為我們 對我們一開始啊 就是因為整個婚禮 其實前面是很簡單的 沒錯 可是在這個婚禮的中間 其實邵哥還蠻用心的 他就是請了Bassanova來唱 然後我們請了彭敬慧 他就是Vocal 然後就整個還有半舞 然後開菜秀 當然是他們飯店 本來就有的開菜秀 所以一開始就讓人家耳目一新 很多客人就會覺得說 他包的六千 一萬八千 多麼值得 妳懂嗎 對啊 那妳也想主人家呢 主人家也有面子啊 不會很吵 妳以為上菜秀不要錢啊 不是 會太安靜 會想睡覺 NO 婚禮就看到老人家情 很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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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婚禮這件事情 到底是應該要 這個新人最開心 還是說到底要賓客 每個都很開心 因為可能在南部 你們大家就唱卡拉OK什麼 就是賓客自己 非常非常快樂 所以Joelle 當時妳的婚禮 也有差一點 變成流水席對不對 對 那時候就是我 我們還在交往的時候 然後我的婆婆就一直 就是她就是有去參加 別的那個婚禮嘛 然後她就一直有吃到一個 在什麼廟啊 廟辦的那種流水席 她說喔 很好吃 她說喔 以後怎樣 喔 你們結婚喔 就是要在那邊辦得很好 這樣我就聽到就 不會吧 廟耶 中心的廟會 對 好歹就是她也是個藝人什麼的 就是至少要在有冷氣的地方 還是什麼的 然後後來還好就是 我們真的在談結婚的時候 我公公婆婆是完全 就是讓我們兩個人 去決定很多事情 他們都不插手的 所以你們還是辦了 就是很北部的婚禮 在飯店這樣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很微妙 就是說你看喔 南部你們會覺得說 我們都熱鬧喔 大家來吃沒關係 可是當你們聽到說 你今天拿了一個席帖 然後你說 原來是在路邊辦的流水席 跟去一個大飯店 你們包的紅包價錢 是不是會有差別 婚禮主持人 套口才套紅包 就憑她那一個嘴巴 沒有這個禮物啊 從人家很甘願的 然後我請 茶餅 都會拿得很海嫡 新娘生水是童人才 金龍也是一票好人才 龍時結實給你傳出來 忍著甜點 好 我請就鼓勵大家 不同地方的婚禮習俗 還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校料呢 下段節目告訴你喔